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航母网友们关注的几个消息 根据媒体报道 11月10号因与确诊者接触接受PCR检查的行动 11月12号受到了确诊新冠肺炎的通知 目前已经取消了所有行程,正在自家隔离中 而其他许多9年的成员们因为动线没有与行动重叠 所以粉丝们不需要太担心 然后,航母资深歌手YM Chang Je 也传出了确诊的消息 因为YM Chang Je在10月1号才推出了新专辑回归 到各大节目宣传 甚至在10月8号更是到歌手已结婚的结婚典礼现场祝歌 当天,艾余等其他艺人也在现场 而让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但是索性当时在现场的人都有戴口罩 而艾余的检测结果也出现了阴性 YM Chang Je不是有5个孩子吗? 为什么没有打疫苗呢? 去Pojunia其他成员们没事 暂时可以先安心了 请走日康复 Tiara回归 拥有多首经典神曲的二代女团Tiara 将在10月15号以兴去Tikitaka回归 因为是时隔4年的回归 也是成员们自费制作发行的专辑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的期待 姐姐们欢迎回归 等你们好久了 哇,自费品质还这么好 比一般的所属公司拍的还要好 粉丝们应该会很高兴吧 艾余出道 艾余出身的安妞进抢网娘所属的女团艾余 确定在12月1号出道 目前已公开了队长安妞进 卡尔,雷,我娘,李姐 以色等六位成员 而最特别的是 六位成员们的平均身高是169.3 哇哦 这世纪被称为是模特女团的南米吉斯之后 平均身高最高的女团 哇,真心觉得都很漂亮,可可 只要歌曲好就一定会成功的 我娘既然不是忙呢 有点不习惯,可可 你会坐这个电梯吗 韩国网友在论坛上传了一个 如果电梯门打开了 有这样的男人们在里面的话 你会不会坐这个电梯的贴文 然后上传了一张照片 当然要坐 用那种表情看的话怎么能坐 坐了之后会站在门前面 看着手机假装什么都不关心一样 所以当电梯打开的时候 看到前面是这样的话 大家会不会坐呢 啊,对了 这个人没能坐 听中国打脸海外网红 11月11号 听中国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接受检查的结果 根据结果表示 听中国的男性荷尔蒙数值是8.38 比2018年的9.24下降了一点点 对此一时表示 比上次数值下降了一点点 但是跟童年代的人比起 却是非常高的数值 是上位1% 而且制作狗通的前驱物质比平均还要多 如果注射外部药物的话 前驱物质是不会上升的 以医学程式来看的话 很难判定是从外部有注射药物 听中国也在影片中表示 那位不是一般人 是有很多订阅的人 说出的每句话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自己应该也会知道 他说的一句话 会给真的很努力运动的人负面的影响 让他们中途放弃 对药物产生关系 这真的是很坏的事情 按照他说的英文来看的话 如果有人用枪指着他的头打赌的话 就像是鱿鱼游戏一样的情况 那你就淘汰了 这彼此不能理解的理由是 我是认为随着年纪增长 荷尔蒙下降的话 就要加倍的运动才可以 但是他或者是他的周围 是觉得荷尔蒙下降的话 就要注射荷尔蒙 所以根本就无法沟通 这并不是要举及那位的影片 但是我会接受所有检查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什么free work out 喷屏姐这种的也不吃 怕咖啡因对身体不好 咖啡也戒了快5年了 我连照微镜的时候也不做麻醉 我明确地告诉大家 我从运动开始到现在 一滴药物都没有使用过 这只是第一个检查 刚开始而已 现在正在看影片 金军工的三观真的很帅 健康的身体 健康精神的标本 不用麻醉 照微镜大肠镜 疯了 总结一下金军工就是 世界首次被质疑 用药物健身的 说情歌手 昨天 说明出演 母名特格节目 公开了自己曾经得过 一人病的内容 我得过一次艺人病 任何一个艺人都会来一次的 拜托别人 跟帮我做一下这个吧 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意识中 我好像也是那样了 在出道后会听到很多传闻 谁谁谁没有礼貌什么的 我是跆拳道人 是武术人 突然觉得 我竟然做了那么没有脑袋的事情 之后就清醒了 接着在主持人模仿跆拳道样子的时候 聪明都笑到滑下去了 更快 更快 啊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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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